大家好,现在我录了一段视频 对于残害我,我妻子希悦,以及我母亲崔玉珍的凶手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,什么地人,什么背景,什么职务的人 依据中华人民国国刑判,依据中华人民国国刑判 都必须坚决,彻底,果断地对他们执行死刑 我和我妻子,以及我母亲,实际上在跟这伙手持电子武器的暴徒若驳 那么,在今天依据中华人民国国宪判 我和我妻子,以及我母亲,以及我们的亲人,是这个国家绝对的人民 狭义,人民分为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的人民 狭义的人民指的是我和我妻子,以及我们的亲人 广义的人民指的是群众 依据中华人民国国宪法,这会儿手持神经控宗剑 手持电子武器,翻墙入室,残害我和我妻子,以及我母亲的凶手 他们已经是公开蓄意谋杀 所以依据中华人民国国宪法,要对凶手 不管是什么身份,什么地位,什么背景,什么职务 是男,是女,无论年龄,老少 要全部坚决地执行死刑 维护法律的公正性,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所以我希望政府立即将这块罪犯,手持电子武器的凶手,逮捕 公开逮捕,押迫刑场,坚决执行死刑 谢谢